嗨 欢迎收看《最有感觉》我是杨阳 一座不起眼的城市却作为交通枢纽 有着三座火车站和两个飞机场 这样标准的大城市建设你知道在哪吗 作为安徽省第一个涉事的城市 邦步绝对是全国性的枢纽 不仅如此 邦步还是金户铁路和淮南铁路交汇点 同时也是金户金服高铁的交汇点 这样的建设规模在全国都很罕见 所以说来邦步旅游别提有多方便了 此外邦步藤湖机场也在锦罗密鼓的建设中 建成之后这便是邦步的第二座机场 更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中国优秀城市 邦步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据历史记载 邦步古乃彩珠之地 故宿有珍珠城的美誉 另外邦步是花鼓灯四周系凤阳花鼓系的发源地 花鼓灯又被称为东方芭蕾 流传在怀远凤台等地方 四周系又称拉魂腔 与山东江苏河南一带的柳琴系同出一员 凤阳花鼓系发源于邦步是龙子湖区长淮为诊 可以说是艺术大使了 其中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 要算大雨之水的屠山 屠山是当年大雨之水与诸侯会面的地方 他在此取屠市为期 并留下三国家门而不入的典故 农历3月28日前后是羽王庙会 百姓会纷纷前来朝拜 场面非常隆重盛大 如此方便的交通 一伤美景只要来了就能看到 你还在等什么呢 最有感觉让旅行更好玩 下期羊羊和大家不见不散呢